最后我们请谭心 为我们演奏一首《江河云梦》 她也是非常喜欢这首作品 同时我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在大学期间 曾经苦练的一首作品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快速的技巧 有点像小提琴的这样音乐与会的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常说这首作品 是我大学期间的一块自留地 不仅她有新的一种音乐语言的表达 同时她也装满了我对二胡艺术学习追求的梦想 所以我想这首作品也装着谈心的《二胡之梦》 刚才我曾经谈到二胡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更是一种情感的熏染人格的影响 其实这种理想教育也渗透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更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所以音乐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交流方式 同时这种交流方式呢 不仅是用它跟台下的听众交流 其实也是在跟自我的内心交流 跟天地宇宙交流 所以我想谈心把这一首作品 作为音乐会的最受一首曲目 也是表达着她的内心对二胡艺术的喜爱 和追求的梦想的那样的一种心理当中的美好 我想今天的音乐会呢 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性的汇报 但是她的梦想永远在持续 我们今天就听听她的这首《江河云梦》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听听她的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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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